三組同學 史銘賢蘭,中秋節週你到啦 你有什麼計劃呀? 床前明月光,照著我口腔 舉頭望明月,低頭絲月餅 所以我要吃 蓮蓉月餅,奶黃月餅,五人月餅 冰皮月餅,吃完羊肚、胡桃、滷油 拿起你的手,將它塞進口 帶著你的家人朋友享受過中秋 月餅是最傳統的中秋美食之一 最傳統的月餅就是蓮蓉月餅 它的餡料是蓮蓉和兩個蛋黃 皮就是用麵粉、糖漿、生油和鹼水混合 然後拿去焗 奶黃月餅就是以西式的吉士奶黃 代替蓮蓉和蛋黃 上我以為吃了好健康 誰知飛了上月光,後來見到眼光光 後來是上我的丈夫 傳說說很多很多年前 世界上是有十個太陽的 由於十個太陽一齊照著大地 實在是太熱了 所以後藝就把九個太陽射下來 就變成現在的一個太陽了 那些百姓都很感激後藝 所以他們就封了後藝為王 結果後藝的野心越來越大 所以他就做了一粒長生不老藥 令自己可以永遠統治那些百姓 他的妻子上俄為了令那些百姓活得好些 他就吞了一粒長生不老藥 然後就飛上月亮了 到後藝發覺那時候 他就只可以望著上俄飛上月亮 自己就不可以吃一粒長生不老藥了 中國人上月一定吃羊肚 吃剩下的柳橘子茶 簡直是國寶 為什麼中國人上月一定要吃羊肚和柳橘子呢 其實是因為羊肚和柳橘子在中秋節那時候是豐收時期來的 這樣就自自然會在上月的時候吃羊肚和柳橘子呢 記得買菠納危險又勒撻 還會搞到雙手一搭搭 到底為什麼中秋節要菠納呢 原來菠納大約源自於七十年代的香港 在小朋友和青少年間興起 竟互相模仿流傳至今 至於具體由來就不清楚了 而因為菠納既危險又垃圾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嘗試啊 我要玩燈籠去看舞火龍 花燈會道猜燈迷就一定不會窮 到底為什麼大坑在中秋節那時候要舉行大坑舞火龍呢 原來據說在1880年的中秋節前夕那一晚 颱風吹襲大坑村 有一條大網蛇吞了村裡的加速 被村民合力打死 第二天大網蛇屍體失蹤 大坑村發生瘟疫 好多位村民病死了 當時有一位村中父老表示獲菩薩暴夢 在中秋節沒有火龍 圍著條村遊行 同時燃燒炮竹 就可以驅趕瘟疫了 由於炮竹來陷漏黃八日 加上香火就可以驅趕瘟疫 村民發現這個古老良方 竟然是真的有用的 自此每年紮製火龍 巡遊全村了 至於為什麼中秋節要玩燈籠呢 就原來燈籠文化始於中國西漢時期 原本是元宵節用來增加喜慶氣氛的 一直到了唐太宗時期 先開始在中秋節 都有掛燈籠的活動 慢慢就變成中秋節的習俗了 還有原來除了廣東和廣西之外 中國其他省份都不會在中秋節掛燈籠的 其實在中國和台灣 都是在元宵節才有掛燈籠的習俗 而不是在中秋節 直到移民了去東南亞海外的華人 甚至不同文化才變成中秋節玩燈籠 那又為什麼在中秋節那時候要猜謎語呢 就原來是由謎語發展而來的 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 一位大臣向君主晉間那時候 隱悔地說出自己的想法 漢代就出現了一種叫射覆的猜謎遊戲 射就是猜 就把一件物件覆蓋著 給其他人猜猜 到了宋朝了 人們就開始把謎語寫在五彩花燈上面 在燈會上供人觀賞、猜謎 自此就逐漸成為了民間流傳的習俗了 想要想貴花 記得提你阿媽 帶你這支叉 去吃月餅 中秋節為什麼要想貴花呢 原來貴花是有九里香之語 是中國人非常喜歡的一種傳統名貴花木 自古以來 貴花和它的果實被視為天降靈實 作為崇高、美好、吉祥的象征 因此大家稱為好的而宣為貴子難宣 將盡視及帝或者考上了狀元的 稱之為禅公節貴 將月公稱為貴公 以貴魄比喻月亮 而且中國人還以貴花和月亮作為題材 創造了許許多多優美動聽的神話故事 世代相傳 為人所珍珍樂道的上俄崩月 五光捧出貴花酒等神話故事 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兩岸 在中秋節想貴花更是必有絲味 因為貴花既託著大家對甜蜜生活的追求和讚美 現在你們知道中秋的意思 還吃百力之 當然是作法首詩才有意思 世界除二門 葉半詩 世界除二門 葉半詩 接下來我們又聽聽第三組同學做完這個廣播劇之後的感想 我們是來自中華基督教會幾位小學馬灣 作品名稱中秋Rack 我是史明賢 我是周文瑞 我們還想分享在這一次創作的時候遇到的困難和心得 都想跟大家分享的 老師一開始找我去組隊參加這次演講的時候 我就想起和我好格的好朋友史明賢 我們決定以Rack的形式去演繹 希望可以用生動的形式引起觀眾的注意 過程中都花了不少時間去搜集資料 史明賢中秋又病了 要等到它好回來 有把靚聲才可以錄音 所以時間上都很緊湊的 我們在做這份Rack的時候 我們要將所有找到的資料 轉變成有押韻和節奏的句子 難度真的很高 好像沒有一個詞語會和我們合作 去幫我們完成這份廣告 另一個難處就是中秋節和其他傳統節不同 習俗比較少 來來去去都是吃月餅 玩燈籠 上月 諸如此類 所以我們的材料實在很少 加上要變成Rack 難度比其他廣告高了幾倍 還有一個難處就是因為我們是Rack 所以所有事情都要有好 很有節奏 所以我們就要不斷在夾 去找一個共鳴出來 可以做到一個Rack的效果 在這次錄音 我們都得到一些心得和得著 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 發覺以為自己非常熟悉的中秋節 原來是有好多雜族和起源故事 我都是不知道的 就好像大坑無火龍的起源 中秋想桂花的雜族 所以我明白到一向雜以為常的常識 可能背後是有更多我不知道的東西 需要深入了解才可以知道全部 另外我們都很慶幸可以上來這裡錄音 真的很難得的經驗 很講求可以和隊員合作 修飾演繹的方法 很有挑戰性又很好玩 還有透過這個活動 令我們加深了對中國傳統節日的認識 當中有許多有趣故事和傳統習俗 多謝 不用客氣了 我覺得同學很神器 Billy應該很享受整個過程 整件事很精神 沒錯 還有他們有聲演 裡面有劇氣 雖然主要是兩個人的對答 但是加了一些rap 加了一些信口流等等 令整件事很活潑 還有資料都真的很豐富 除了吃月餅 有燈籠之外 有傳說 而且他用了六個大科波 我跟他數著 六個大科波 有些都是好像同學所說 很多我們以為知道 實際上我們也不太知道 原來後面有這麼多東西 同學用這個劇 來將這些內容 來表達給我們 我們都知道很多東西 學到很多東西 多謝同學 這個劇本的創作 我也欣賞他們 好像每一個都會有一個問題出來 接著 對呀 就引聽聽眾 對呀 那為什麼呢 我聽你的解釋給我聽 變成那個節奏 一直鋪排下去 雖然資料很多 但是你又不會覺得很繁瑣 或者聽到是不耐煩 這個設計也做得比較好 而且他要自己創作那個wrap的內容 壓迷和壓迷 然後又要去 我想他練習了很久 令到他很順暢地讀出來 這些都看到他們花了很大的功夫 和力量 對呀 兩個合作無間 出來的效果都不錯 下次再有機會 演繹的時候 那就記得了 就要將語氣 語調 以及比較 真的像我們平時說話的方法 貫徹始終 就不要去到後段的時候 好像忽然間不記得了 我們要口語化地去演繹 就要有少少讀稿的味道 下次有機會的時候 就要再留意 但整體來說 我也覺得這個劇本 令到我們學到很多東西 Billy 而且尾段 他其實有很多的成語 就是在這個典故裏面走出來 同學都覺得 什麼叫貴花 什麼叫貴公 等等這些 其實我們有機會聽過 但有時候 我們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是什麼意思 怎樣用呢 同學都花了這個功夫 令到我們 真的知道 原來 和中秋有關的文化 都不只是吃月餅和燈籠 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我們下星期同一時間 繼續這個環節 又聽聽其他同學的表演 世界隨意門 葉半詩 以上環節 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帶給你 電之情 輕人 靈性 靈性 江蘋 成功 吉他